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欢迎进入这七彩世界 灵晴树枝头,两只黄梨提名 石榴樱桃为伴,蜻蜓蝴蝶相随 它们来自明轩德年间,显现出生机一片 一个硕大的春字,忠心盘坐一位兽星 下方宝盆居宝,光芒四射 这是来自明嘉靖年间的寿春图案 充满人们期盼的幸福和平安 这只造型别致的手炉是雍正时代的神秘 木胎上黑漆描金,描绘了远山进食,亭台楼屑,草木飞鸟 细致入微,带来一丝优雅的温暖 它们构筑出一个精巧奇异的七器世界 梯西,梯彩,苗金 制作手法和主体色彩构成它们的名字 溢彩分成中,独有一抹颜色,最为灿烂厚重 这就是雕漆踢红 踢红,以木为胎,少量也以金属为胎 在胎骨上修几十至上百层的红漆 已到达一定厚度 苗画稿雕花纹,经历累月今年的阴干,打磨 最终成为一簇簇,动人的红 大明永乐年制,踢红牡丹花纹圆盘 它继承宋元藏风清除,引起圆化之风 藏风的刀法圆润了花朵 肥厚的修漆硕大了叶片 三两笔挑开叶脉 于圆盘上绽放一个牡丹盛开的石碱 盘底涂黑,替真刻画的大明永乐年制集字 不动声色,穿透了时空 或者也有群声喧闹的孩童 坚固的千台,层层修漆 一直堆砌到足以雕刻的程度 再用针刀挑开一段美貌 裂开一抹笑容 一声放肆的大笑,炸响了一方鲜红的漆盒 白子的喜庆与热闹,让盒中盛放的时光 也有了眉目和声响 朱砂如血,松烟四发 从朱砂和松烟 人们得到了两种漆器最初的主色 红色、黑色、热烈与深沉 从原始时期,经春秋、栗战国、川秦汉、月唐宋 红色的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修饰着古老的国度 这个国度有很多引以为傲的颜色 但只有一种颜色和这个国家并称 中国红,如此准确将中国形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